好 连续多年举办的守护老大人园游会 5月25号又会将在花莲睡眠广场盛大举行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表示 地震过后有长者失去家园 那么老家协会的关怀任务更加的艰难了 希望各界能够踊跃来参加这场园游会 用行动来支持老家照顾更多无一的老大人 连续多年举办的守护老大人园游会 5月25号又将在花莲市登场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表示 地震过后有许多长辈失去家园 老家协会的关怀任务更加艰巨 希望各界能够踊跃参加这场园游会 用行动支持老家 5月25号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 在上至桥下的市民广场 今年同样有近百摊的爱心摊位 加入义卖园游会的行列 还有企业赞助及义检服务 老家协会邀请更多爱心民众 一起来参加 踊跃购买游游券 让老家有足够的能量 来关心更多的独居老人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